林佑佳 左 见到偶像郭富城 兴奋又害羞 花言提供 记者翁子涵台北报道 林佑佳挽回你的新的家常公益演唱会 今中午开卖一分钟内就秒杀 人在上海的林佑佳 开心笑说 应该的 谢谢大家来被我挽回 他透露当初是因自觉很久 没有小心演出 才突发奇想决定办演出 没想到革命如此捧场 原来大家都喜欢这种不经意的表演啊 林佑佳下午出席东方卫视 2018梦源东方跨年盛典记者会 与天王郭富城相见欢 透露两人将在跨年夜合作 更派出自己的舞蹈老师为林佑佳特训 要大家敬请期待 林佑佳则无厘头笑说 以往都只有唱歌 所以上半身的头部以上很发达 现在为了跟郭富城合作 我会努力的开发我的下半身 林佑佳也被媒体封为 2017最怕冷的男人 他笑认的确为了跨年演出 把发热衣暖暖包 连毛裤都背齐 要怎么样可以穿的很暖 但看起来又很苗条呢 就是这次准备的重点了 希望可以让别人看到时觉得 天气这么冷 这个人怎么还看起来这么潇洒 他虽一副老神在在 人苦恼说 听说麦克风在户外会很冰很冰 所以我们还在评估到底要不要戴手套上台 郭富城 则安慰他说自己也很怕冷 所以才会唱很多快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